對抗新冠疫情又現身立軍 美國輝瑞藥廠指出 臨床初步試驗結果顯示 旗下的新冠口服藥 能夠將重症和死亡風險 大幅降低89% 未來新冠患者在家服用口服藥 就能避免重症送醫 是一個遊戲的改變 很多人 вместо要去醫療 再去醫療 會留在家 美國輝瑞藥廠研發的新冠口服藥 能阻止病毒自我複製 而且降低重症和死亡風險 近九成 這結果似乎大幅超越 墨沙東藥廠研發的 莫娜皮拉為口服藥 輝瑞執行長希望能在 11月25號感恩節之前 提交數據給美國FDA 力拼2022年初獲得緊急使用授權 不知新冠口服藥傳來捷報 科學家找到一種新抗體 DH1047 發現可以降低新冠和SARS重症 有望催生對抗冠狀病毒的 通用疫苗 科學家團隊針對一名新冠患者 和一名SARS患者所捐贈的 血液抗體進行研究 發現兩人體內有一種 DH1047抗體 如果將它注入老鼠體內 抗體能有效保護老鼠 免受SARS 新冠肺炎 以及其他變異株 像是Delta的感染 即使是注入已經染疫的 老鼠體內 也能使它肺部傷害減少 未來研發順利的話 渴望開發同用疫苗 有效對付所有已知未知的 冠狀病毒 記者綜合報導